长哥刚刚有一条片收到很多很多反应, 我估不到这么多人看, 很快我未试过一天内有五六千人看, 那条片这么夸张, 当然很多回应,回应都很一致, 长哥你又讲嘶嘶嘞,很噁心, 还有我很难接受你说这些东西, 我当然很难接受, 不需要我说,我就是要颠覆你, 我这些是很前卫, 前卫就是遲些全世界都明白了, 不过现在只有长哥讲芝麻, 40年前到今天我一直都是这样, 我做翻译,我搞翻译理论, 我开翻译课在大学里面, 就是想提倡,就是说我们知道真相, 就是我们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, 用我们的语言向我们自己的社区去传达真相, 就是这样而已, 好,讲回这一笔, 这位叫酵的朋友, 我讲为何要洗菜, 为何要抹干净些东西, 他说想干净些怕传染病, 他就说了,今集我也是不习惯你, 你说有乌鹰, 我亲眼见到他在鸡屎或人的糞便那里, 还有戳着死的鱼头那里, 然后又去我的菜那里, 他碰到我一条菜或过去肉, 我一定丢掉它, 所以吃饭之前, 我见到乌鹰, 如果我不打死它, 我就是吃饭吃得很不安乐, 炆我反而不怕, 因为我真的看到乌鹰这么恶心, 在市里面,我撑不住了, 敲这位朋友, 有几方面我想回应, 你没有看过我长哥讲排毒那些片, 你如果收到就明白, 传染病是不怕的, 你自己的身体不是那么毒, 没有细菌,没有病毒会动你的, 明白吗? 所以你只要是排毒, 就不用怕骚髒, 你以为骚髒的东西, 长哥是觉得很干净, 长哥以为很骚髒的东西, 你又不明白, 你以为很干净, 大家用什么去清洁剂, 喷什么喷物, 洗手那些我觉得最骚髒, 因为那些杀伤力最大, 反而现在我们讲的细菌病毒, 正常来说是无杀伤力的, 周围都是细菌, 周围都是那些细菌, 细菌不是病毒来的, 不是病又没有毒的, 其实是因为你要call它, 身体里面和你排清毒, 所以你才会病, 所以我们调转了因果关系, 说回这里, 想说一样去听, 就是二三十年前, 科学已经早已证明了, 我不是随口胡说的, 你去查看, 现在fact-check那么容易, 如果有乌鸥或蟑螂拌过, 你条菜, 你碗饭, 你个面包, 祥哥可以说给你听, 一般来说, 正常情况下, 是完全无杀伤力的, 对你是无害的, 再说一次, 如果那些蟑螂蜴, 生死过你吃的东西, 你吃到肚子, 是完全无害的, 这就是现在的西方医学, 主流医学在散播谣言, 他们死都不相信这件事, 但科学已经证明了, 如果不相信, 你再去做实验, 再做实验, 一定证明到这件事的, 你说阿酵看了一条菜, 那块肉给它滚过, 我一定丢掉它, 不好意思, 这是恶业, 浪费生物是很大的罪, 我做不出, 如果你怕病, 去排毒, 就不是丢那条菜, 如果我尊重你的感受, 情绪这件事是很难改的, 我自己也是, 觉得很噁心, 吃饭吃得不舒服, 这是真的, 但是我就不会打死他们, 我回来会问, 为什么会有污鹰在这里, 为什么会有误便被污鹰生怒, 这个就是卫生的问题, 我们要去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, 不是丢一条菜就解决了问题, 丢一条菜是没有解决问题的, 所以长哥, 别人吃完那些东西我照吃, 别人吃饭碗我用都不用就照吃, 别人用完的筷子, 我照样不用池羹, 照样不用我一样吃, 不过在餐厅那里, 我们自己的餐厅, 我做老板不会做这些东西, 因为大家不了解, 那就是无谓令到他们引起反感, 我就不会这样做, 但是乘兮兮兮没有人看到的时候, 或者在别的地方, 我随时吃的, 现在我们有很多, 我想你一定听过的很多流浪汉, 即是说无家可归的一族, 他们没有去扔在什么, 人家扔掉所有东西出来, 在垃圾堆那里扔食物, 他们是不病的, 他们不会受到感染的, 你说他们的身体已经有抵抗力, 对这些东西百度不侵, 那就是了, 为何你的身体没有呢,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思想, 你心一想着死了, 惨了, 大事了, 这东西有只蟑螂滚过, 我吃下去就会病了, 你想病就会病, 身体就是这样的了, 你知道完全没事的, 你吃剩那些东西我照吃, 我知道我这是功德来的, 我不浪费食物, 你吃完筷子我不用, 我知道这是功德来的, 因为我省了你吃水, 那就是用他们的一般宗教的话说, 就是个天, 天使在那里撐你, 其实不是, 可以这样看的, 其实真正是你心理上觉得, 心安来得, 心安就自然百病除, 现在你被人吓, 吓得很害怕细菌, 所以说来说, 长哥就说, 现在千错万错, 就是那个细菌治病论, 大家这么害怕细菌, 你就中计了, 人家就是想你害怕, 人家就是想你长期不安, 你就要听他们说, 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, 就是这样, 行不行啊, 我这样说, 我说说服不了你, 不要紧要, 我不是想说服你, 而是想, 或者有缘的朋友听了之后, 更加会进一步了解多一点, 就是不要针对细菌, 不要怕传染, 如果你可以被人传染, 证明你身体内在的环境已经很坏, 所以中医这么理, 中医不是这么说, 即是精气存内, 邪不可干, 你里面的气不够正, 所以不就那么多病, 所以不就怕了, 行不行, 好, 多谢阿巧提出这一道, 希望强谷刚才这样分享, 就等你有一天去到那个位, 就忽然想通了, 要慢慢的, 我们已经是错了几十年, 不容易一夜去改变, 所以长谷要多说几次, 多谢你收睇,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